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很高兴在八十二新榜样和大家见面 哈喽 八十二新榜样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龚俊 我觉得咱们这次拍摄的创意非常好 然后就是结合了我们剧中的场景 很多包括我们这次拍摄的服饰的这种风格 运动风格和我们武侠的风格结合到一起 很有创意 就像龚老师说的一样 这次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文化的服装 运动风格 中国风格不同的一次结合 也很感谢就是 高兴能和阿迪达斯有个合作吧 然后呢 发现原来不同的穿搭和不同的感觉 共挂在一起 原来可以让自己又简约 然后运动又时尚 给我印象最深的 我其实比较喜欢后面下棋那套绿色的 然后冬天也可以穿上当卫衣 简单时尚又方便又使用 我最喜欢我刚刚在那个假山的那一套 我觉得那种搭配层次有那个树腰 然后呢 还把那个假袖子又组织在套在上面 我觉得非常显得有层次感和那种创意吧 很喜欢那一套的穿搭 这个感觉热 我们服装挺厚的 然后又是 这个大夏天 我们打戏又比较多 对 基本上每集平均下来都有两场打戏吧 就比较大的场面 张老师 我的感觉就是能接到一部很好的戏吧 然后很好的角色 虽然很苦很累 很像龚老师就说的一样很累 但是呢 觉得付出还是有收获的吧 虽然现在我们看不到回报 但是我相信呈现给观众的时候 我觉得观众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服装片吧 包括故事里面的爱恨情仇也是我 从来没有饰演过这样的角色吧 所以 熬了两个多月了 杀情在继 最后的冲刺一定要给自己加油打气 如果用温克行的行为去理解的话 其实他就是步步为营 精心谋划 因为他确实是背负着 从小就背负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然后巨大的痛苦活在这个世界上 然后他一心想就练就绝世武功之后 一定要找那些仇人 一定要把自己杀父之仇杀母之仇都爆掉 所以他其实内心隐藏很多东西 我觉得周子舒并没有和谋自有太大的关系 周子舒他其实更多的是放下嘛 他放下了这一切 他不是说想去谋得什么任何东西 他只是想丢下之前他可能在权力上的一些 做的一些错事坏事也好 但是他是很厌倦那些东西 他想重新做人重新做自己 重新去完成一个自我救赎 我觉得他不是活在提心吊胆之中 他是背负着忍辱 他没有活在提心吊胆之中 反而他对于这个整个过程是一种很开心的一种自我释放的过程 我觉得周子舒自己给自己打了七销三球钉 还了他自由 我觉得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我觉得因为这个决定才使这个人物有了不一样的光彩 我觉得江湖就是有情有义 在温克勤的理解之中帮助过他的人 他会一直的记在心中 那么相反就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 他会用尽一切手段去向他复仇 然后直到遇到了在温克勤眼中的光 那就是周子舒两个人 可以说是相辅枪成吧 共同成长 然后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 明白人生的真谛 天下直到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江湖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 所以进入这行业第十年了 十年了 然后呢拍了很多戏 反正就是认真对待每一部戏吧 至于播出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要天时地利人和 都架在一起 所以首先我们要把人和这个给做了 就是把大家举一个每一位同仁 包括自己的努力 汇聚在一起达到一个人和 天时地利 这个就交给予予予予了吧 我觉得做好自己 演出一部好的角色 自己首先对得起自己就不会后悔 至于播出的怎么样 观众喜不喜欢 我觉得人者见人 知者见智 我之前也就说过表演是个很主观的东西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尽力做到大家喜欢 虽然我拍作品的时间不算特别长 但是刚才张老师总结的 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 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然后作品播出的情况怎么样 就让观众举评判吧 感谢粉丝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这是我一直说的话 是真的很感谢大家 没有大家就没有我今天 虽然今天 我还得再继续努力 加油 谢谢我的粉丝 还有朋友们的支持 也是他们推动到我 继续努力奋斗 对 然后呢 我不拍戏的时候 粉丝们都会催着我 别在家抠脚 赶紧进组拍戏 进组拍戏了呢 哎呀 赶紧无缝连接下一步 你的戏怎么还不播呀 我会努力拍更多好的作品 让大家看 然后呢 自己也要去看一看 对 看呢 看看自己演的戏 有什么可以提高和进步的东西啊 也是 也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吧 嗯 其实刚开始我们 嗯 我们主创 其实有个小群 然后大家都不说话 我们 我们其实刚开始 都属于比较慢热的那种类型 有一次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我去上海参加活动 然后我在群里面问 大家有没有要带点东西 或者想吃的东西 到了晚 我下午发的 到了晚上 没一个人回复我 我觉得这龚军自己说的这个故事 怎么这么好 一点这么好笑 我再重新给大家讲一遍 故事是这样的 我们有个群 然后呢 龚军他又去上海参加活动 他就发了一条很好心的 发了一条信息问 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 吃的喝的 要我从上海带到红店来 就很关心的问大家 结果过去了半天 没有一个人给他回 然后他又自己很尴尬的说了一句 哈哈 好尴尬呀 然后我看到这个信息 我才 刚刚在忙 不好意思 在看戏 结果另外两个小朋友 依然毫无音讯 对 就是这么的尬 然后有一次 我们站在那个 在那个 就是休息的棚里面 大家难得坐在一起 四个人 我在和我助理 还有他们聊天 然后呢 弟弟在看哈利波特 周也在聊信息 发信息 然后他在戴着耳机 在听歌 我就一直在cue大家 我说哇 好尴尬呀 好无聊啊 哎呀 我们剧组怎么这么沉闷呢 都没有人一起说说话 什么之类的 依旧 没有一个人 弟弟抬头 看了看我 笑了笑 周也拿起手机 笑了笑 龚俊摘下耳机 啊 你说什么 然后又带回去了 哇 我感觉 我真的没有听到 我没听到他说什么 然后我问了 也没回复过 就是开始大家都挺内向的 现在那个 哇 天哪 龚老师 一发不可收拾 就是要请三西发展 要请我去看他的演唱会 我每天早上 在化妆间都会唱歌 真的 那对我们来说 其实他以为是种享受 其实 真的 真的不错 我也只有机会 一定去 去买票 看你的演唱会 没事 买票支持 没事 就等你 我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我自己唱的 你请我当那个 主唱嘉宾就可以了 不收费 不收费 可以 好不好 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 天上就叫他老温 然后私底下呢 大家都知道 他姓龚 叫什么 大家自己想 对我这姓氏比较占便宜 不好意思 我叫他的话 因为剧里面叫阿旭 叫的非常多 基本上都是阿旭 然后后面的话 叫小叙叙之类的 叙叙什么都有 我开机前 知道要确定要接这部戏的时候 我其实有听过 因为我没看见小说 我又听几张 因为他有那个有声读物 听了前面 前面一大 很大部分 然后发现 看完剧本之后 发现我们剧跟那个小说 其实初步 就真的不是很大 就尽可能保留援助很多经典桥段 很用心的我们 之前看完剧本 我第一集我就问经纪人 我说我能不能演文克星 被否认了 觉得可能演文克星对我来说太容易了 开玩笑 开玩笑 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 说实话 因为他真的很游学 有时候很立体 就是很 他有很多多面性 还有他心里面自己隐藏很多年的秘密 也不能说出来 就是很复杂的一个人 我很喜欢 很爱他 你说吧 你输了 我输了 因为那天 正好是方 超博的英雄联盟比赛 因为正好我们俩也比较喜欢看 英雄联盟的比赛 正好 张老师就说 那你选个队伍吧 那张老师不是那个中单 中单是他老乡吗 我就说 那我就选方 因为我之前挺喜欢小凤凰 结果输了 嗯 输了我就 赌约呢 就是要发一条微博 所以就输了 他不敢跟我赌 没问题是 我选哪个队 他又要跟我选一样 没劲 没有 好吧 不去 下次再说吧 世界赛 看情况 他没有经历过什么 他不是狠狠 我是狠狠 所以只有 只能我分享给他 说 都分享了什么给你 看你有没有记得心上 有没有点良心 他倒是分享挺多的 他前两天送了我一个垫子 我也不知道是送的还是借的 一万块钱一小时 他反正说了要还给他 就是做我垫 因为我们那个拍武装 今天拍杂志应该也有用到 那个 因为那个凳子真的很矮 而且很硬做起来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拍群戏 我的天 坐得我屁股 站起来屁股疼 然后我突然发现 张老师居然自带了一个垫子 果然是老江湖 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 然后就把他说他背了两个 过几天就给我拿了一个来 是送我的吧 应该不会还 没有送的 用付小时费租而已 对 垫子是给你的 但你得租 没事那天你 你不是想喝可乐吗 不是给你瓶可乐吗 因为可乐很贵的 是吧 可乐按口服费法 一口就喝完了 一口给你翻译 就是对戏呗 偶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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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搞一下 我不都跟那个龚老师替身眼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这句话你必说清楚 开玩笑 开玩笑 哪场戏不是我给你搭的 龚老师特别气 每次给我搭戏的时候 那都是非常的认识 而且他台词记得特别好 就他每次都记得特别老 而且一字不差 我想哇 他这个地方是真的深深的气力的 真的 没有我是觉得我们剧本真的写的挺好的 就是每个词就 我都不想缩减 对 编剧老师和原著老师都挺棒的 所以不忍心晒 所以费了很多 而且文科行词挺多的 龚俊的歌声 下次你们请找个人 你能不能画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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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随地去 我们的化妆间拍一下 每天早上的歌声伴我们惊醒 每天早上听歌声慢慢的醒来 你们去拍戏 让我们真的来一段吗 不 不行 真的现场来一段吗 来一段 得等到我们天下课有热搜了 我到时候给大家来一段 对 就是比如说多少亿 多放量工具 太多了 话别说的不这么满 留给观众一点悬念 唱几首吧 一唱一首 看我心情 我想去当伴郎 我错过了我很好的死党的婚礼 实在是没有假期可情 我还有两天假 我得留着给我奶奶过生日 就没办法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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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